每一位孕妈在孕期都是极为敏感的,这时候的她们会对肚子里的小宝宝关爱有加,会耗费极大的精力去照料这个尚未临时的小宝宝。 孕期中的每一次产检,孕妈们都会伴有紧张和担心的心情。 医生所说的每一句话,只要是关乎宝宝健康的,都可能挑动孕妈们敏感的神经。 不过对于有些话,可能医生只是出于职业习惯随后说出的,妈妈们没必要过分的解读和担心,胎儿的大小身体的大小存在个体的差异,不必过分地担心。 通过B超检查,医生可以看到宝宝的样子,检查完之后,医生经常会告诉你一句,孩子偏大或者孩子偏小。 有的妈妈就会因为医生的这一句话,或者高兴,或者担心。 一般来讲,怀孕前三个月,相同运气的宝宝大小是大致相同的,但之后就会出现差异。 如果怀孕后期发现,宝宝比标准大小差异很大,就需要认真对待了。 记住一点,只要医生没有特别的刻意的去提醒你注意,就不要担心,也不要存在宝宝不大就会难产。 宝宝不小就是发育不了这样的误解,要知道到宝宝的大小和妈妈的体重和骨盆大小平衡的,拍动的多少和强弱,感受因人而异。 不必担心,肚子的大小肚子的大小与胎儿的大小不成比例,可能我们会留意到,有的孕妈怀孕到了孕晚期,肚子也不是特别大,其实肚子的大小并不能确定孩子的大小。 所以也不要在医生随后说出的一句,肚子看着有点小,肚子的大小和胎儿的大小是不等价的。 健康检查时需要测量宫底的高度和复位,在不同运走的时候有不同的标准值,但这个只是一个范围,偏大一点或者偏小一点都不用担心。 整体来说,怀孕是一个过程,大部分的妈妈们都能安稳地度过,而且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积极的态度很重要。 所有不要把自己搞得紧张兮兮,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认为可能对肚子里的宝宝无力。 其实宝宝们是很坚强的,他们在和妈妈们一起努力,所以我们要乐观面对每一天,迎接宝宝的降临。 运气的你是不是也经常对医生的一些话,弄得心烦意乱,你的运气心情是怎么样的? 更多运气与儿知识请关注我们,有任何问题请评论区留言,我们会第一时间为你解答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